好 缺水缺電的問題 的確現在已經陸續在發生了 我們來看一下昨天 士林北投大規模無預警的停電 影響了近3萬戶 然後台電的講法是說 這是穿牆套管故障所導致的 所以也是有個理由告訴你 但是大家更怕是不是缺電 還是說我們現在這個電網 非常的脆弱 所以整體我們台灣的電的問題 沒有從根本上來解決 那台電大華二次變電所故障 也造成了桃園32453戶 也是一度停電 那到底是怎麼樣呢 我們是不是缺電呢 現在網友就自己在自嘲 就是說政府會告訴你說 哪來的缺電 只是電沒有送到你家而已 那我們看到有這樣在PTT上面 網友在講說 我們的風力發電 只佔了百分之零點零五 那晚上百分之九十的發電是靠燃氣 所以就說不缺電 百分之九十的發電量都是靠燃煤燃氣 那甚至人家還會來講說 如果你不滿意的話 他會講說你不爽火力 你可以不要用電 就是我們現在人民是不可以抱怨 不可以對這個現在執政黨有任何的批評跟不滿 那再來我們看看這個蔡英文是不是也是騙了大家 食言而肥 他任內電價漲了三次 將近漲幅到了百分之二十三 而下個月這個調漲的幅度就是百分之十一 可是過去蔡英文曾經宣示 他十年內這個電價不會大幅調漲 可是他執政以來調漲了已經三次了 但是他現在也沒有要出來解釋些什麼 因為我們也找不到他在哪兒 那再來我們看看現在這個四月份的電價 這個漲幅算是百分之十一 可是專家告訴你 恐怕我們現在台電的虧損的這個幅度 要漲到百分之四十才夠填補回來 也就是說現在我們這是越補越大動 那但是我們看起來 日子也沒有比較好過一點 台電加上中油的虧損 現在目前已經超過了國防預算 那結果何碩童子嫻跳出來告訴大家 台灣的電價太便宜了 這樣的一番話讓大家覺得說 很不以為然 你想說好啊 那如果你覺得便宜的話 你不是跟蔡英文跟賴清德 都挺關係良好的嗎 那你去告訴他們跟蔡賴講說 我們就大幅漲電價 我們就狂漲一波 那這樣講法其實很奇怪 你仔細看看 他講說老實講 台灣的電價太便宜了 出口那麼暢旺卻用電在補貼 這樣到底是對還是不對 我們的電價太便宜 然後這個氣核能的這些碳排放 是放牛班倒數第一名 所以其實你這樣看起來 問題在這兒 為什麼是用電我們 為什麼要補貼呢 為什麼我們要補貼給你們這些大戶們呢 這些錢也是人民的納稅錢 這樣的補貼政策也是大有問題 所以其實我們這樣看起來 你明明跟綠營的人很好 那你去跟綠營講一講 根本性的去改變一下 我們的電的問題而不是頭痛一頭腳痛一腳 這不是才是真正的一個解決 知道嗎 再來我們看一下 缺完電之後又換缺水 台中今天開始已經有這個七區 七個區域 停水47小時會影響到30萬戶 那他就直接公佈說 有119處的供水站可以取水 那中南部的大缺水也使得在這個 阿里山的村落現在已經開始為了搶水 現在還互拔水管 兩個村落在那邊鬧翻了 這個嘉義阿里山上面 已經出現這種村落之間 大家已經為了水 而這樣子互相看不爽的這種狀況 人家想說已經是回到了這個 這個21世紀重現古人搶水的這種姿態嗎 我們怎麼會活成這個樣子 那難道是我們過去這些錢瞻 1807億這些水環境建設的錢 到底花哪去了 到底有沒有根治這個缺水的問題 還是全部都打水漂去了 那台中的停水 美國的專家現在開始建議什麼 洗澡的頻率太多 對身體不好 怎麼那麼快就開始出來 有這種消息 就是講說我們這個洗澡 如果這個洗得太密集的話 恐怕會對身體不好 一星期大概洗一到兩次即可 接下來我們可能要學德國 就是洗重點部位 麻澡這種感覺 就是用乾洗擦澡那種感覺 所以這風向文又再度出來了 所以以後我們開電燈 可能也會傷眼睛 所以大家不要開電燈 那吹冷氣的話 也會這個什麼傷身體容易感冒 這些文章搞不好接二連三 都要陸續出來了 那我們看到這個缺氮 也看起來這個狀況 現在修飾 可是這個蛋商講說 你如果不讓我調漲蛋價的話 我就要開始修飾 那可是這個我們看到 目前農委會的講法是說 修飾是個假議題 這個蛋雞蛋每天都還在交易 什麼修飾 可是蛋價到底有沒有被控制 我們都知道 其實你這個蛋價委員會裡面 就是有農委會的人在其中 所以難怪人家蛋商說 你覺得就是農委會 你們在干涉我 甚至還打電話去 那所以這樣的狀況農委會也都沒有正面的回應 可是我們看 現在這個蔡政府的三大法寶 面對到漲價的話 第一個就是動漲 第二個就告訴你說 這是國際因素 俄烏的問題 什麼種種的問題 再來就告訴你說 這個漲價不等於是短缺 話術來治國 來 首先我們來請教洪偉姐 你會覺得台灣越來越像第三世界 比如說雞蛋 這是非常名聲的用品 然後大家排隊買雞蛋 那就第三世界不是就是 大家要等著排隊來配量 就配雞蛋 然後缺水也可以缺成這個樣子 我大概預期很快我們要排隊 排什麼呢 零水 因為你記得就是沒有水的時候 那就會有一個很大的水車 你們就去零水 是不是我們會淪落到這樣的一個地步 然後宮殿也是一樣 那麼台電不是告訴你 還進一步告訴你 我們花大錢 你知道我們未來十年 又花5600多億要幹嘛呢 就說我要堅韌我們的電網 是說把我們的電網 把它弄得更好一點 因為以前都說小動物 什麼小松鼠 什麼白鼻心 什麼猴子 反正通通都把它扯到小動物上面 可是你光是昨天一天 就有兩場大停電 一個在 對 在你的選區 在士林區 大概有3萬戶 在晚上黑媽媽一片 然後早上的時候 應該白天的時候 在桃園 蘆竹 大概也有3萬戶 你沒有辦法想像 一天之內 就是北台灣桃園也停電 士林也停電 然後告訴你 我要花很多的錢 要兼任我們的電網 然後說不會有再大規模的 無預警停電 可是就是發生 所以我就說我們真的好像 越來越像第三世界 缺水缺電 然後還要配糧票 糧都要用排隊的 贖令自知 為什麼發生這樣的事情 那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們的行政首長會有事嗎 不會啊 你看 因為這兩天 其實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現在 但他們又蠢蠢 就蛋價蠢蠢欲動 所以但農希望能夠漲價 那農委會現在就是用 動漲的方式 所以蛋農就嗆聲 跟那個政府嗆聲 他說如果這樣的話 我就無限期的修飾 我看到這個其實我會很挫 你知道嗎 你無限期修飾 最近我們前兩個禮拜 到市場的話 還可以買到雞蛋 那個是要情商 跟賣蛋的蛋商說 你們裡面還有沒有蛋 他就好吧 他就給你8顆10顆 現在都是完全沒有 然後告訴你就是完售 所以人家全部都訂好了 我們都買不到雞蛋 好 那請問一下 我們的行政首長 既然陳吉仲 還去嗆那些檔廂 說你們根本是假議題 我請問什麼叫假議題 陳吉仲 你說會之所進退才是假議題 你說你會負行政責任 才是假議題 你說你根本不排除 就說如果做不好就下台 才是假議題 因為你做到多爛 你的位置還是在做主委 就如同經濟部也是一樣 所以如果這些部長 繼續安坐他的官位 我告訴大家 不管民怨如何沸騰 排隊買蛋 排隊買快篩計 然後缺水 缺電 缺人 隨便你怎麼缺 這些官員聞風不動 最後什麼都不會解決 霍庸哥 宅宣因為我要保護我的學妹 所以壞人就我來做 他剛剛講那個列入不分區的 柯知恩跟蘇清權 我是反對的 因為他們已經當過了 當過就換人了 不要再這樣 也可以排我 我沒當過 然後 我幹嘛選不分區幹嘛選 不分區 不是你要出去選 我幹嘛出去選 不 我要補充你後面兩個 你不敢講的 當作不分區 然後確戰不敢選的 叫做吳志陽跟黃昭順 你看壞人都是學長在當 對不對 黃昭順也本來進入選 這位吳志陽的爸爸是誰 吳伯雄 你也好了 所以剛剛王洪威委員講說 他很剉 跟學長想的是相反的 我很希望明天就修飾 你在剉什麼 你是在野黨的 你又不是執政黨的 你怕什麼 修飾 所以翟宣 我不是很懂說 怎麼會有黑式的蛋 綠色執政品質保證怎麼有黑色蛋 是不是有人在發國難財 怎麼都查不出來 對不對 所以觀眾朋友 我講一下說 這個選策會之亂是3月15 上個禮拜三開始 已經結束了 某民調他執行的時間 是3月13跟3月14 大家也說到今天 我保護我自己 某民調我就不講了 我最後的結論是這樣子 觀眾朋友我很不服氣 我很不甘願 沒有蛋 沒有水 沒有電 然後店家要漲 然後賴清德民調第一名 你是對還是不對 說得合理嗎 我們為什麼要逆來順受呢 你應該把你的民怨 反映在民調上面 買不到蛋是怪王鴻威嗎 買不到蛋怪侯友宜嗎 買不到蛋 當然是找蔡英文跟賴清德 找王世堅 怎麼會找王鴻威 你也好了 對不對 怎麼會是侯友宜的民調往下調 你缺水 缺店家漲價 是馬英九害的 請觀眾朋友你們醒一醒 請你們不要再縱容民進黨的 這八年的執政爛得要死 翟軒我經常講一句話 我真的不甘願的當我的結論說 我一直在想說 這個我真的是想不想說 如果今天是馬英九當總統 韓國瑜當總統 淡價長成這樣子 民進黨會出 這個可能要請民進黨來教你們 民進黨到底會做什麼 你們怎麼都這麼軟症 你們怎麼這麼好起乎 民進黨的理會是很會當債人 我拜託國民黨印起來好不好 我做夢一下 拜託你們臨時印一下好嗎 好 暗停 缺水的議題 這是賴清德在2017年 擔任行政院長的時候所召開的 叫做穩定供水記者會 當初撒大錢說我們會什麼 要開圓節流調度備圓四大改善 要改善台灣缺水問題 請問2017到現在都經過多久 那你又做了多少 為什麼到現在一籌莫展 到底是沒有做還是沒做好 那賴清德負責這件事情的 到現在都沒做好 現在只能夠仰賴王美花 跟陳其邁去挖井 現在怎麼還有臉要出來選總統 那怎麼能夠期待你當總統 又能夠做得好呢 是不是你當上總統之後 只能夠指揮下面天天挖井呢 那到時候台灣本來就已經是個井了 被你們繼續再挖 難道你們這麼喜歡井嗎 更何況我都想要對你們喊了 不要再待在井裡面了 趕快出來好不好 那這些民進黨大概覺得 活在井裡面很開心吧 因為裡面也是一樣 就是這個大概還有一點水 但是缺電也缺氮 因為井裡面也沒有氮 那你就自己搞青蛙下氮的問題 所以今天農委會胡說八道 一方面告訴大家 這個漲價是市場機制 可是你看 你根本就沒有在讓市場機制 正常運行發揮 那第一個 你還是有所謂的蛋價調控 你讓蛋商跟基農 根本就過不下去 第二個是 自由機制 自由市場重要的前提是 大家的交易是自由的 請問一下 現在台灣人可以去買大陸的蛋嗎 這個交易有自由嗎 台灣人能夠自由的 去進口海外的蛋進來嗎 現在是禁止的 如果可以的話 然後我淘寶下個蛋 然後我這個 下個蛋 淘寶哪個蛋就好了 大陸的各種蛋 現在多方面 我們要從什麼澳大利亞買蛋 結果發現了 大陸很多的這個蛋商 根本都出口到澳大利亞 搞不好台灣買澳大利亞蛋 根本都是大陸買的 所以